感谢大家点阅本影片 让我们像影片一样 无限飙杀 制造无限可能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哈喽欢迎来到 伪中生活旅行家频道 这次的影片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6月份日本会出哪些一番赏呢 在这部影片都会告诉大家哦 那我会挑我两个 我比较喜欢的一番赏 在一一介绍里面内容物有哪些 如果喜欢这个主题呢 就帮我在影片的下方 帮我按个赞 那别忘了再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们的订阅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哦 那就开始介绍吧 Let's go 首先第一个发行的是 偶像学员七周年 那这个一番赏呢 会在6月6号发行哦 第二个呢 是七龙珠的终极变化 那一样也是在6月6号发行哦 本次七龙珠的一番赏啊 CP值很高哦 尤其是最后赏 是神龙的公仔一尊 还蛮大尊的 带你们看神龙及其他赏的样子哦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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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发行的是 我的英雄学院 After the fact 一样也是在6月6号发行 第四个发行的是 小魔女董雷蜜脸部彩妆系列哦 本次发行是在6月13号 第五个是鱼菜的动物饼干 发行时间也是一样6月13号 第六个是迪士尼推出的公主系列 它主题是美丽的故事 发行时间是6月17号 那待会我会再详细介绍公主系列呢 有哪些一番赏的物品呢 第七个发行的是 海贼王BWFC造型王顶上绝杖3 发行时间是6月20号哦 第八个发行的是 七龙珠BWFC造型天下义武道会3 一样也是6月20号发行哦 第九个是 钢弹系列MS Conclusion Vault 1 发行时间也是一样6月20号 第十个是角落生物迷有福哦 本次推出的角落生物是以天天圈的主题为概念发想 发行时间是6月27号 第十一个是鬼灭之刃2 发行时间是6月27号哦 喜欢鬼灭之刃的朋友们别忘了不要错过哦 第十二个是新枝卡比 发行时间是6月30号 第十三个是三粒哦 推出的好朋友年名款 本次的主题呢 是以櫻桃小丸子 和Hello Kitty为主题哦 那发行时间是日本的6月6号 待会也会在影片内容中详细介绍联名款有哪些呢 最后第十四项也是由三粒哦 发行的Snooby 70周年限定系列款哦 本次主题多是与居家生活为主哦 所以相信喜欢收藏Snooby的谜呢 应该有福了哦 收藏Snooby 收藏Snooby 加速2 收藏Snooby 4 6 3 5 5 1 2 4 4 4 5 1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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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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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 2 2 3 3 4 5 5 6 5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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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